好 让我们买房则话注意这个讯息 央行公布台银等五大银行 二月新乘坐房贷情况 呈现了价升力的亮缩 那以利率而言呢 受到三商银行陆续调升房贷利率的影响 五行户新乘坐购物贷款 平均利率走扬到1.97% 逼近2% 那么这创下了2013年6月以来的新高纪录 银行方面解释 他们对于不是首购的房贷户 利率老早就从2%起跳 平均利率大概在2.2%到2.5% 那么至于不适用青年安心成家方案的首购组 目前的房贷利率也贴近2%大关 最低也是从1.9%起跳 银行主管认为 目前的情况来看 除非个人信用条件超好 或者是跟银行有其他业务往来 房贷利率才会有机会低于2%